你知道世界第一身价的姆巴佩 参加NBA选秀的一天 是怎么度过的吗 下午5点30分 今年24岁的姆巴佩便会来到 布鲁克林篮网主场巴克莱中心 提前熟悉熟悉一下场地 目前身价1.8亿欧元 前几天刚刚超过了哈兰德 看他熟练的投篮方式 柔软的手腕 百发百中的他 在这一次的选秀肯定是十拿九稳 如果不是选择了足球 说不定还真的能在NBA称王称霸 热身结束后 就会跟球馆的负责人聊聊天 等待选秀的开始 作为目前足坛上刺手可热的球员 无数只球队都在不断争抢他 大巴黎为了留住姆巴佩 布希开出了三年 接近6.5亿欧元的天价合同 其中包括固定薪资 签字费以及终成奖 比梅西加上内玛尔两个人的工资还要高 甚至比他偶像斯罗也高出不少 晚上6点 姆巴佩会跟NBA球员迈克勒姆交换签名球衣 虽然他没有像姆巴佩一样在球场称王称霸 但也是一个不错的得分手 在一路走进球场内部的过程中 也会引来不少的工作人员前来拍照合影 这两人一眼看下去 就有莫名的喜感 不知道为什么 6点15分 姆巴佩会来到NBA专属的办公室参观 墙上贴满了照片 旁边就是工位 当看到这座冠军奖杯时 姆巴佩此时心中还真的有那一刻想去打篮球 拿个奖杯回来过过手影 拍完照后还是依不舍 并且还连忙叫助手拿根雪茄过来 这样更能身临其境 临走前再仔细观察观察 看看是不是纯精打造的 口中一直念叨着非常壮观 6点30分 姆巴佩死死地盯着张伯伦拿到100分的照片和那双鞋 并且听着讲解员讲解张伯伦的事迹 在1965年年薪就高达10万美元 而姆巴佩头也不回就走了 姆巴佩表示他现在一星期能拿20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姆巴佩也是NBA的中式粉丝 他喜欢的是胡人队 而詹姆斯则是他的偶像 晚上7点 选秀也即将开始 姆巴佩也不用太过于装扮 戴个墨镜就能秒杀在场的所有人 首先会来到镜头前拍个360度的全身照和视频 看着旋转的摄影师 姆巴佩都不知道摆什么po子 就比个耶吧 最后再比个666 普通人可能拍完直接就走 而姆巴佩还要回来检查拍得帅不帅 姆巴佩对自己的颜值还是不太放心的 还是要PEP的 紧接着就来到背景墙拿着个选秀帽子拍照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他戴的手表是瑞士的一个奢侈表 价格不算太贵 5万欧元左右 有人知道为什么姆巴佩喜欢比个6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戴上帽子妥妥的忍者神龟 今年拿个顺位第一步过分 拍照结束后 就要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了 虽然名气不及梅西和C罗 但这届世界杯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决赛那场 更是激情四射 无与伦比 下半场的两个进球 差点没把人吓料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世界杯结束不久 姆巴佩跟队友又前往了巴克莱中心观看篮网的比赛 期间还和杜兰特合影 但就是这样的行为遭到了很多人质疑 因为是在梅西归来前走的 大巴黎的欢迎队伍里面没有姆巴佩 有人说他心胸狭隘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 7点30分 最后来的大合照 姆巴佩就会来到选秀主场地 观摩选秀现场 一个足坛明星道场还是备受主目的 选秀开始前 姆巴佩就会跟所有新秀来的合影 这娇小的身体 来到NBA也只能打打后卫了 等到新秀退场后 姆巴佩会跟NBA总裁萧华单独聊一聊 问一问他这样的身材打不打得了NBA 然后来张合影 就准备开始选秀了 此时的姆巴佩正握着嘴偷笑 不知道笑什么 来到视频的尾声 你们知道这个新秀是谁吗